大家好,我是YES 这个是什么草呢? 大家可以看一看 薄荷 还是左手相呢? 眼看过去薄荷这样子 这个植物在瑞士,有的传统医师说 它是长生不老药 而且在美国,这个植物有的老人家说 如果你50岁开始 你采这种植物 参蜂蜜拿来泡水 每天喝的话 就可以活到116岁 这叫柠檬香蜂草 它的学名是 Melissa Officineris 英文叫Lemon Bone 它的别名是蜜蜂草 蜜蜂花 香蜂草等等 香蜂草 它的叶清凉 辛辣香味 有净化空气的作用 它叶可以拿来泡茶 精可以提炼成精油 拿来做保健 蔬菜 蔬菜等等 它含有 还原糖 粗蛋白质 纤维素 甲钙 铁 铁 铁 猛 维生素C 胡萝卜素 方香油等成分 也含有 也含有 柠檬泉 苦味素 黄铜类等 有益化合物 香蜂草 能消除肠胃脏气 抗忧郁 缓和气喘 促进消化 增进情绪 促进睡眠 病后多喝 它可以帮助增强体力 让身体早日康复 刚开始的时候 眼看过去 就好像薄荷药 那么炒这样子 那也知道 我拿来采叶这样子 拿来吃 它会散发出 很独特的香气 这个香气 就好像 柠檬或者香茅 它这种香气 非常的独特 这个就是薄荷 这个就是薄荷 这个就是 柠檬香蜂草 它有什么差别呢 就是 香蜂草 它四方形的 它是直直上的 这个薄荷 它一般上都会 躺下来 而且它会分支的 你可以看这个 柠檬香蜂草 它这里会分支的 就支出来会生叶子 这个薄荷 它就比较少 会这样子 但一般上都是 一个枝出来 它有两片叶子 这个就不一样 而且这个枝呢 它是四方形的 这薄荷 它就是圆形的 而且它的枝 又有红色的 带红色 这个完全是绿色的 这就是它的差别 如果在眼看呢 不知道这个是 像蜂草 你就可以采 一片一枝这样 搓下 来嗅一下 一模一样 这个柠檬或者是香茅 它的气味 在德国的专家 已经证实了 柠檬香蜂草 具有酥压 酥棉 以及帮助消化的作用 柠檬香蜂草中 含有 Gaba 什么是 Gaba呢 Gaba是一种 天然 存在人体的 非蛋白质的 氨基酸 它可以 预制 中枢神经 过度 兴奋 对大脑 具有 安定作用 促进放松 和消除 神经 紧张的作用 当人体中 缺少 Gaba时 会产生 焦虑 不安 疲倦 忧虑 等情绪 一般上 长时间拥有 高压力 人群 例如 运动员 上班族 等等 都很容易 缺少 Gaba 需要及时补充 舒缓 情绪 香蜂草中 含有 迷迭香酸 它是 Gaba的 主要传递物质 在市面上 有许多的 安民药 又一阵药 都含有 Gaba成分 它能促进 脑细胞的休息 因此 很多 镇定剂 与安民药 都含有 Gaba 在家里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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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视频对你很有帮助 请你按赞和分享 给身边的人知道 接下来谢谢你的收看 新马草药自然一些 下一期 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